各位路人嘉宜秉丁大家好 這一集來談土壤性質關係式的一個例說 那有關題目還有解題的形式在上一集都交代過了 那這一集我們就來實際的解一下這個題目 那土壤三項圖畫出來總共有9個位置數和4條方程式 關於這個總體積呢 如果題目沒有給你的話 你就是假定它是1立方公尺 那另外空氣所佔的重量一律都是0 那以這個題目來說呢 我們的位置數總共有6個 那方程式總共有4條 那再加上題目給的這2條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變成第5式和第6式 就會變成6條方程式解6個位置數 那你可能會問說老師這個6個解6個要從哪邊著手比較好 那以土壤性質關係式的題目來說 你可以從1234式這3條去找 那我們要找什麼呢 就是找看看裡面有沒有哪一個式子 它只剩下兩個位置數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第三條式子只有 WW和WS是位置數 然後我們再參考第5式 就是交代這兩個的關係嘛 所以把3和5式立起來以後就變成 兩條方程式解兩個位置數 我們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 那解出來了這兩個以後 剩下4個就迎刃而解 基本上我們就把土壤三項圖裡面的基本參數 全部都解出來了 解出來以後呢 它題目接下來要問什麼 我們就直接再重新組合給它 譬如說乾土單位種好了 就是WS除以V 那等於16每立方公尺千牛頓 那要注意這邊的定義是各位要自己會背 接下來我們來看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它其實是比較類似智力測驗啦 它跟你說現在的這個樣本代表的土樣 總共有100立方公尺 那請問要加多少公噸的水 可以讓這個現地的土壤飽和 那基本上樣本裡面你要讓它飽和 就是讓它孔隙裡面的空氣充滿了水嘛 那所以這個孔隙的體積總共有0.02立方公尺 那0.1立方公尺的樣本要加0.02立方公尺的水 照比例去推算呢 100立方公尺的土 我們就要加上1000倍的水 也就是20立方公尺的水 那水的密度呢 每立方公尺是1公噸 所以20立方公尺的水就是20公噸 那就是這題的答案 那土壤性質關係式其實是土壤力學中CP值最高的題目 所以各位看完這集以後 建議各位再去看我的考古系列裡面 有關土壤性質關係式的題目 把那些題目做手以後呢 至少在土壤力學這個科目裡面 你可以先架構出一個基本分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